大家好,我是来自于大远分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阿斯宁 我是印度人,今年11岁,上任年级 我已经在中国待了10年 在这10年中,我被她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深深吸引了 因为妈妈在这工作,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带我来到了大连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 比如火锅和粽子,特别好吃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中餐还是现在的西餐 中国的每一样食物都特别好吃 我也特别喜欢中国的历史 我去过许多城市,比如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、广州和深圳 感受到了中国每一地区的不同文化 我也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艺术 比如一些手工工艺品 我们学校每个月会上一个传统中国文化课 并且做一些和历史相关的作品 作为一个外国人,在中国生活最困难的一件事应该就是语言交流 虽然我在努力学习理论,但是还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相信我的中美已经会越来越好的 在中国的这些年,我体验到了它的独特文化和悠久的历史 我希望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,了解更多的历史 谢谢